為甚麼我還在這邊 因為我們是妖精的尾巴 觀眾大家好我是葉宇歡迎來到小玩一下 那我們今天要玩的遊戲 沒錯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魔導少年的手遊 看起來挺 挺 呃 挺像 你很吸手遊的 但是我覺得 現在我看到這個動作場面意外的還蠻好的 這是怎麼回事 好那各位觀眾如果你們喜歡小玩一下的話 請記得在下方方按個訂閱就喜歡 那如果有任何廠商想要 置入小玩一下的話 歡迎 可以聯絡 可以聯絡黑羽陪玩頻道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好效果的話 可以去找 找黑羽組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好效果的話 就可以去聯絡黑羽組頻道 對 歡迎找我工商 歡迎置入 任何廠商我們都歡迎 我看以為他跟他結婚嚇我一跳 阿庫諾羅基亞吧 好 果然 老實說他的3D模組其實做的蠻好的 你們想要看我玩什麼遊戲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阿如果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請記得幫我點喜歡 然後分享 然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說 你們對於這款遊戲的想法 這樣 他這個畫風有點太可愛 對 很Q的感覺 來了來了來了 喔 喔 對不起我把我剛剛那句話收回 哇露西 這才是我認識的妖精尾巴嗎 是可可 喔 喔 喔 666666 沒錯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邊 因為我們是妖精尾巴 為什麼我可以抽到這張卡 因為我們是妖精尾巴 喔 阿庫諾羅基亞 唉唷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來講 他的3D模組其實做的蠻好的 雖然他的 裡面是蠻Q的 可是他3D 模組意外的很順暢 喔 他是這樣的玩法 使用魔法 雷煙龍的跑效 哇 會長 我知道這一段 哇 其實有點帥 有點帥 很帥 他是回合制的遊戲 回合制RPG 回合制RPG 哇 這一段就是很還原劇情 對 馬卡羅夫想要一個人留下來 阿馬卡羅夫怎麼被打 你喵 距離 哪應該是 哇 蠻順炮的 我覺得 整體來說 他的招式還蠻華麗的 對啊對啊 他招式蠻華麗的 就是 他本身的 我覺得本身角色有點太Q 可是他的招式都有做出那個感覺 我覺得 好微妙喔 我有點喜歡 喔 馬卡羅夫 出色了 出色了 阿伯 欸 然後就幾年後這樣 我記得他們是用 用了一招魔法把自己保護起來 這樣 然後我們會選一位角色當我們 初始角色 是不是 好可愛喔 好像可愛沒有不好 我想想看要選誰 左二很像那隻 我想選他欸 他的臉道有點帥 雖然我對蘿莉角還好 但是他的臉道有點帥 好 就是你了 哇 哇 我要選 龍炎 技能展示一下 我怎麼什麼都看不到 哦 好快 他龍炎 哦 這一招呢 這一招 哦 他的 他的招式真的很華麗欸 各位 不是我在講 速度我們看一下 很帥欸 我選龍炎好了 蛋 有人叫黑羽 黑羽不會燙員工 大家都好愛學黑羽 不能差八個 黑羽燙員工 變成會了 變成會燙員工了 哦 哦 真的是RPG類 RPG類的 哇 這個預言者姐姐很香 哦 哦 就是把我們跟妖精尾巴有串連起來 哇 哇 他是另類的 就是從旁來看妖精尾巴的 劇情欸 就是他是 他是 他是RPG 然後 可是妖精尾巴為主軸 我覺得很酷欸 比我想像中呢 還要好玩的感覺 除了外型他們沒有任何區別 官方也太靠腰了 好啦就選你了 而且蠻多人玩的 哇 蠻多人選我這個角色的 目前單 單體 哎唷 好帥 好帥 幹 還創他小 好 可以自動戰鬥了 哦 酷 超是蠻華麗的 其實 超是蠻華麗的 好多人選他 哈哈 好多人玩了 好多人玩 歡迎廠商找我工商 我已經想好我主品知道如果工商我可以拍什麼了 這款遊戲我覺得很屌 哦 娜茲 娜茲來了 而且還全配音欸 我覺得很棒 哦 等一下他有點硬 他有點硬 這應該是誤會啦 誤會 火龍的咆哮 哦 好像大家打得互相不痛 哦 其他人來了 哦 哦 他們只是經過而已 應該是要追捕另外一個火龍的 不是他 哦 時裝禮盒 可以用了 哦 讚哦 也好可愛哦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界面好了 總之他 都是跟著任務去走的這樣 那麼點爺 右上角自己的頭像的話 這邊可以看到你的角色的樣式 對 然後你也可以換你的稱號 可是因為目前我還沒獲得 還有頭銜這樣 這裡就可以看到你的屬性跟基本能力值 等級到上限的時候就可以突破 所以要95級 還很遠 這邊還有可以看到個人訊息的部分 還有師徒關係 也可以變師徒關係 這太酷了吧 要20等 然後人物加點功能要30幾才會開 對 其他就不能看 我才是點一些能力值之類的 哦 像他就可以加點了 確認分配 然後這邊可以培養自己的魔法獸 魔法獸長好醜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載具 哦 哇哦 我還可以 各種鞋 好酷哦 還有各種就是方式可以獲得載具 可以 好好哦 然後遊戲設置 簡易設置 然後還可以拍照 這樣 這邊可以看到自己背包有什麼東西 主要的話一定就是專裝備 對啊 但是 目前的話因為我沒裝備可以做 所以 也就沒有東西可以用這樣 然後 右下角的話就有好友 哇 可以一鍵離去 別人寄給我的 圓 這邊還 這遊戲還可以結婚耶 太省了 太省了 大家可以來研究一下 有人研究一下 這遊戲的東西蠻多的 我覺得還蠻好的 蠻好的 很多東西耶 我覺得不錯 然後目前的話就先跟著任務走就好 他要選的東西並不多 也是 裝備啊 跟自己角色能力值 全部升一升就好了 對 不確定他裝備要不要刷 我猜應該是要啦 怎麼要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抓另外一隻火 他劇情蠻有趣的 好多人玩哦 這遊戲蠻多人的 太酷了吧 這遊戲真的超酷的 哦 是露西 這遊戲 總之我現在要找另外一個火龍魔導士 有假的火龍魔導士 哦 這是露西一開始 那時候我想起來了 這是有假的阿滴吉 對對對 哦 我想起來了 有假的火龍 夾著火龍 哇 原來 旁邊那女 旁邊那女的原來 這麼正 女粉絲 好多 狂熱女粉絲 我快笑了死 狂熱女粉絲 哦 哇 哇 哇 他招式都蠻華麗的 我覺得這遊戲招式做的蠻華麗的 對 他有點吸引我想玩 因為我本身有在看妖精的尾巴 哦 獲得了 納茲的助戰了 哇 水哦 好想要那個哦 拉格薩斯 他緊被台 欸幹 我再按道 欸 哦 哦 哦 要要要要要要要完成 主線 好 我記得第一集嗎 我記得這是第一集的劇情 對他 因為那次在找伊格尼爾這樣 結果遇到假的火龍 好好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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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猜他應該就是之後還有轉職之類的 可以學到更多的技能 更多魔法哦 我覺得 還蠻好玩的 就是他魔法元素做的蠻足的 對 算是我覺得誠意十足 然後又全配音 我覺得很好 連自己的 創的角色都是全配音 原來納茲有這麼受歡迎啊 納茲 你在幹嘛納茲 為什麼會有小頭目 原本有這段嗎 呵 幹他幹他 火龍的劍腳 我看一下假如我不按準備 我不按自動戰鬥 然後 魔法 喔 魔法 欸 欸 幹 我不小心幹到納茲了 對不起 喔 納茲我不能選 我只能我只能選我的角色 可惜可惜 可惜 賞納茲巴掌 一滴 快快快 開車開車 大概還會飛 有人做魔毯 好可愛 現在還有誰敗 有人用變身藥水 變一下變一下 我現在變成狂熱粉絲了 幹我變大媽了 幹 幹我腰 那個 有個學長騙我 有個學長騙我 蛤 這邊就一筆帶骨 可惜 我也會召喚阿葵啊 的那個動畫之類的 這裡有點可惜 我也會有動畫 好 來來來來 GOGOGO 可惜 我是邀請尾巴的納茲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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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人馬座 原來他有這麼多人 波拉很多人喔 他這是什麼 魔法 防禦好高喔 幹我的寵物真的沒什麼用 阿葵牙喔 帥 帥喔 招式蠻帥的 蠻華麗的 喔喔 那隻把他直接吃掉了 喔喔喔 耶 裝一下裝一下 裝備裝備 喔喔喔喔 他就是這樣用第三人稱的方式來跟納茲他們會合 然後會加一些就是主角們跟納茲的互動之類的 了解了解 還不錯喔 感覺上 這個老師的配音好性感 耶 學會魔法了 喔他果然有很多魔法各位你們看 之後還有其他的 還有熔岩造型炎柱 喔喔喔喔 不錯耶 然後還有生活 生活技能可以學 就是可以加魔力啊之類的 喔他這邊的話是可以學一些比較被動類型的技能 提升自己的生命之類的 酷耶 我覺得他設計蠻詳細的 而且 而且 如果以RPG來講 我會蠻有興趣的 RPG有趣很多 但是呢 因為他又跟邀請鬼八有混合住 有增添了他 本身 有趣度 哇 然後現在可以加工會 是不是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加我 哇 有趣耶 喔連憑醫院都有 很期待很期待 然後平常就有一些小任務的 喔 然後他小任務也有 也有那個 小遊戲可以玩 欸 其實做的蠻精細的耶 我覺得很有趣 這就是 那個阿妖精的尾巴在解熱烏的感覺 我有一個 玉燈禮包看一下 喔喔喔 十四人才能招募 喔不錯耶 喔然後他們的卡片可以強化 相對應的角色 我一邊以為會用妖精尾巴的角色來玩這款遊戲 結果不是 我覺得他創巧的部分可以再更致力一點 有機的這個角色 這個就是可以一直不停的往上升 然後升階 然後他就會加他整體的數值 有很多事可以做耶 這款遊戲 這不會膩 這真的不會膩 而且又有妖精尾巴的成分 你就會覺得想要把他繼續玩下去 欸我想 我想召喚艾爾莎 不知道露姓能不能用阿葵 因為阿葵是範圍攻擊還蠻強的 水喔 我原本玩之前我對這款遊戲的期待度是很低的 我沒想到他可以做成這樣還蠻有趣的 這個比PS4妖精尾巴遊戲還好玩 這張魔導士 開幹開幹 喔 比斯卡來幫忙耶 竟然有比斯卡 竟然有比斯卡 喔 阿葵啊來了 他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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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我連用都台不及用 哇 招募一下 比斯卡 修女你真香 請你跟我交往 喔 這邊可以查看助戰 勾犬就可以了 我想要集合達茲 你還可以行的一些 招式 陣列突破 之類 然後陣列雙向 可以強化 然後你有羈絆屬性的話 你就可以幫你的助戰角色強化這樣 14等可以召喚了 艾爾莎 SS級艾爾莎 我隊友超多都超強 來了來了來了 唉呦 艾爾莎也來了 我根本就圍毆他們 我一個人圍毆他們 喔喔喔喔喔 喔好痛 哇 哇他竟然被拔死了 丟臉 齒路耶 喔沒回合還會延燒 然後平常就是跟著任務一起解這樣 太棒了吧 這款遊戲 超出我的想像範圍外 好多時裝可以用喔 好香喔 真棒 喔稀有商品 可以直接買吉爾達之 他們懂吉爾達之貴喔 好啦各位 那我們就試玩到現在 那目前這款遊戲 大概玩法就是這樣 就是 平常就跟著任務走 那玩法他是採回合制的RPG遊戲這樣 那平常的話可以是打怪練的啊 打關卡練的 我覺得很不錯 我覺得很不錯 或者是裝備你可以刷 之類的 對對對 感覺是可農可不農的 裝備之類的 各位可以刷到最好 也可以慢慢來這樣 可是我覺得 遊戲RPG因為已經出太久了 所以他們元素就會很多 導致新手就很難加入 像這款舞蹈少年 我覺得他就還蠻適合新手一起玩的 因為複雜程度不高 你又可以看劇情 又全配音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痴 就是 我覺得蠻粉絲相 不只粉絲相 連一般人也可以來玩 因為你沒看過腰心尾巴 你來玩的話 就等於是你正在看這樣 雖然劇情可能有些偏差 但是我覺得 算是還蠻有心的 就是他加入了我們第三人稱的角色 下去一起跟主角群們冒險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來我們一個一個講 首先 遊戲的美術啊 BGM音樂之類的 BGM我覺得就一般 一般有六分有六分 美術的話我覺得 美術圖普通 普通 因為他美術都偏Q版為主 不是那種很漂亮的那種人色 所以我覺得普通 我應該也給六分 最後的話是整體遊戲性 我覺得他們做的事情其實蠻多的 像是你看剛剛也有小遊戲任務這樣 解任務啊 然後戰鬥 而且我覺得他的魔法還原度很高 蠻華麗的 我覺得那個我可以給好評 我會給他八分 所以668 總分20 6到7分 6點多 6點多快7這樣 我覺得很不錯耶 我覺得很不錯 玩下來我覺得我會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玩的 因為蠻有趣的 精細度也不差 然後全配音 剛剛各位也有看到那個3D模組 做的蠻好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小玩一下 這個魔導少年 我原本想說我會一直狂吐槽 然後覺得他很爛 因為很多動漫的遊戲 動漫就是拿來做成遊戲都做的沒有很好 像我以前就是玩的盾遊 我覺得就算普通 這個魔導少年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都符合粉絲的那種喜愛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小玩一下 希望大家有喜歡 觀眾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跟訂閱自己喜歡 那記得去追蹤歌V 按照我的粉絲站 黑羽IV 追蹤HKN384 那想要看更多生活類型的影片 可以去訂閱我的黑羽頻道 那想要看 哇好大喔 想要看完我的直播紀錄的話 可以去訂閱黑羽LOG 那想要看貓咪旅品影片的話 可以去訂閱羽苗討樂會 好啦各位 那歡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們對魔導少年的想法 那我們最後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在下部影片見 支持我們aisia影片見 我們在下方留言 我們etz阳去版面 我們影片見 我們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